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不放弃争取2024门票 现在却因为抱怨军演影响私人飞机起降 再遭大批网友言上 还有人反抢郭董真的懂和平两个字吗 再传官商购结绿电弊案 国民党立委政天才助理执行长张腾龙 涉嫌担任白手套 从中牵线厂商行贿营建署 长大商机背后利益链浮出水面 法国近来动作频频 不仅派遣空军前往帛琉军演 还计划与印度合作3400亿军售案 背后战略具有重要意涵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的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陈怡君 每周一到周五锁定自由追新闻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首先看到政坛焦点 回回两个月 郭侯两人昨天是在台东上演了 世纪之我再度来同框 不过除了两人的互动成为焦点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现场致辞的时候 因为军机影响到他的私人飞机大吐苦水 意外开启了另外一个战场 但您看到郭台铭当时还说台东丰年机场 应该要是观光机场 如果进行军演会让国际观光客不来 更本末导致的表示 只要两岸和平 台东机场就不需要被当作战备机场 最后还不忘喊话台下的侯友宜 要不是私人飞机已经先离开了 不然他可以再侯市长一成 而对于郭董这番军演影响私人飞机的言论 侯友宜今天是回应表态支持国防能力的提升 他强调要抱持备战而不起战的认知 认为只有真正的提升防卫能力 才能够确保国家的安全 那么针对郭董的抱怨之词 各党派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不客气的 抢他默示国家安全 明明是对军事议题外行 但是却喜欢发表评论 最后更形容郭台铭的行为 犹如负伤俱饮 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则认为 郭台铭是霸气的大老板跟生意人 但是可能不适合从政 最后看到是台湾激进的 宜兰党部主委林一平也反问 如果有一个有意参选总统的人 连国家安全跟私人需要 都没有办法分辨先后顺序 那么又要如何来领导台湾呢 面对郭台铭抛出 要和平不要军演这样的言论 有台派的粉丝团就怒呛 郭台铭凭什么认为 自己当上总统之后 共机就不会扰台 他们更反问 难道台湾可以完全不需要军演吗 而针对郭台铭这些有钱人的烦恼 网友的炮火也是相当的猛烈 有人就大酸郭台铭还没有当上总统 就这种德性 还有人发问 郭董会不会以为 大家都跟他一样有飞机 还有人强调军演势同作战 郭董这一次虽然大土枯水 但是面对中共随意划设进行区 却完全不敢吭声 正南焦点继续来看到 银建署金船官商勾结的绿电弊案 有官员涉嫌收受厂商上百万的贿赂 在绿电工程等标案中图立特定厂商得标 透过关系图可以看到卷入贪污事件的 就是银建署道路工程组的主长张之明 以及他的下属詹嘉欣 涉嫌长期透过蓝营的立委 郑天才的助理 也就是对外挂名立委办公室执行长的 张腾龙来担任中间的白手套 从中牵线接触到这些有意投标的业者 并且陆续接受厂商上百万元的贿款 以及喝花酒等招待 而这两天检调是持续进行相关的动作 12号先是兵分多路约谈20多名涉案人 并且到营建署跟立法院的办公室来进行搜索 今天凌晨陆续将被告移送 其中涉案明确的张之明跟张腾龙 以及另外两名厂商共4人 在进行复训之后生涯觐见 而检警在这一波的搜查中 插扣到的关键证物 包括在张腾龙的公司和办公室 搜出了现金600万元 以及一支名表和一把猎枪 那么针对绿电工程背后庞大的利益 牵扯出官商勾结的复杂生态 这一次厂商行贿的对象更直接透过白手套锁定主则的营建署官员 面对助理涉案 国民党立委郑天才表示自己不知情 认为担任生计公司创办人的张腾龙生意做很大 搞不清楚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营建署则是火速拔官来灭火 表示由于案件还在调查 已经先将涉案的官员调离主管职 并且配合后续的司法调查 在国际焦点看到欧洲的战略力量现在逐步移往印太地区 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在脸书证实 法国将会派遣空军前往我国邦交国帛流 进行重要的军演 这也意味法国将在印太安全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 法国近日也传出有意与印度扩大合作 均受印度战机与潜舰 总价更上看大约新台币3400亿元 学者独家解析 法国想要一别苗头的对象就是中国 马上带您看记者张维珍的采访报道 法国将于明天进驻国庆日 印度不仅作为今年的贵宾国 根据印度媒体亚洲国家通讯社报导指出 印度有意向法国采购军备 总金额上看9000亿卢比 有要取代印度现役的遏制军事装备 大幅强化海上军事力量 据印度政府官员透露 该项军购案已经获得国会批准 印度总理莫迪可能会在防法期间 重视前约 整体上面来讲 法国其实是在那个整个欧洲国家之中 最早提出印太战略的欧洲国家 我在印太地区里面 就有两个省份在那边 整个法国跟印太地区 有相当密切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法国的这个印太战略报告里面 他所强调的就是说 还有就是所谓的换卫规则为基础这种国际秩序 然后接着要与所谓的这种合作的伙伴来因应所谓的这个区域的竞争 然后在多边主义之下 再来维护这个印太区域的这种军事平衡跟和平稳定 这一次的这个军售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透过军售来表达这个法国跟印太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其实法国他都一直透过所谓的这种联合军事远航训练 还有军售来表达他对这个印太区域的一个涉入跟影响力 印度在印太战略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法国透过军售来强化跟印度的一个关系 落实执行他的这个印太战略 就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相当程度就是展现所谓在多边主义之下 法国跟印度他们在所谓的战略自主上面的这个思维之下 他们希望就是说能够在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下 他能够展现两国自己的那种战略自 法国跟印度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合作关系的话 当然适当程度的也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在整体的印太区域上面来讲的话 也会跟所谓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相当程度会有一定的一个观点 等于是说透过双边达到所谓多边的一种战略 影响一种安全合作 除了法国对印度军售大量设备 德国在六月初也刚与印度签署前舰备忘录 为了将协助印度海军打造六艘潜舰 另一方面双方先前曾为了欧洲天顿防空系统 过于依赖非欧洲制造的武器产生旗舰 德国两国的战略竞逐态势似乎越来越明显 他们是内部的一个竞争的关系 对外来讲他们立场都是一致的 就是站在整个所谓的欧洲的战略自主 然后壮大欧洲 不过当然在欧盟之内的话 他们就是说彼此竞争那个所谓的这种主导权 在欧盟的所谓的老大的地位 其实这个是存在 讲欧洲天顿就以德国为主主导的倡议 大国它主张希望能够所谓的欧洲支持 而不是采购所谓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设备 这种的来讲 大国也是希望能够基本上来讲 就像是这种所谓的国防自主 国防产业当地化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除了这个所谓的国防产业的这种思维 到底是要采用美国系统为主 还是说欧洲系统为主的这种竞争之外 法国近来在印太地区扮演重要军事安全角色 法国空军已在6月底启动飞马23行动 派遣军机制印太各国进行联合军演 除了根据路透报导 德国也将首次派军前往澳洲 参加12国联合演习 德法两国持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感 法国希望在印太区域也有一定的角色在那边 甚至于展现所谓的这种 法国的所谓的这种战略自主的这种角色 然后相当程度的来跟美国 甚至于就所谓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这个中国所谓的这个一别苗头 那我们可以从G7的联合声明 以及到北约的这个联合声明 法国跟德国陆陆续续的在印太地区 例如说参加军演 然后在这边进行所谓的这种远航训练 甚至于所谓的透过军售的这个方式 建立跟所谓印太区域的这种国家的一个关系 相当程度的也是在所谓的以美国为首的 这整个西方国家 要透过所谓这种集体安全 这种安全合作的这个方式 跟中国竞争 甚至于对中国施压 透过这种所谓的这种外交的这种威吓 来警告中国不要在印太地区 随便支持 那到时候在印太区域支持的话 法国跟德国 德巴两国前进印太地区 积极参与亚洲安全事务 并扩大军事部署 也展现欧盟国家 有意在印太稳定与安全上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接着来关注中国对印太地区的野性 其中台海问题一直是国际讨论的焦点 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近日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当中 美国知名对冲基金的巨头 海曼资本的创办人巴斯就分析 中共近年陆续做了许多攻台的准备 他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俄罗斯总统普廷一样 都是不理性的领导人 他市井武力犯台的时间点 可能会比想象中要快 有可能会落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内 他是如何剖析中共的攻台野心 带您深入了解 2024大选即将在明年登场 台湾安全问题也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近日召开研讨会 讨论中共武力办台的可能性 与贵的美国知名对冲基金大鳄 海曼资本创办人巴斯认为 中国攻台时间有可能落在未来12至18个月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自2020年以来就不断透过各种手段 整核资源为出兵做准备 此外中国也势必会希望 在行动被各国侦查到之前 就已先行发动攻势 因此他分析 中共攻台时机会比想象的还来得要快 巴斯指出在武统台湾的议题上 习近平不是理性行为的人 正如俄罗斯总统普廷也不认为自己正在入侵乌克兰 换言之即使攻打台湾会拖垮中国经济并危害声誉 但习近平还是会一意孤行 同时巴斯也认为统一台湾不会是中国的最终目标 台湾是中国将影响力扩张至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的垫脚石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 美国空军第三五五战机中队近期出动四架F-35A隐形战机 模拟执行远程战斗任务 从北美阿拉斯加爱尔森空军基地飞到日本与其他战机一同军演 美国空军中校米库斯表示这是F-35A第一次从北美基地 直飞第一岛链参加战术训练 他强调这次飞行证明美国空军有能力从阿拉斯加直飞 并部署到各地高度相关的区域从事可能的战斗任务 新闻最后来关心沃尔战争最新动态 俄罗斯最近宣称俄国正规军队已经接收了瓦格纳佣兵集团的所有军事装备 甚至还大剌剌的公布相关的影片想要为俄军注入一记强心针 但是俄军前线也同步流出了一段打脸画面 因为号称地表最强的俄军T90战车竟然被乌克兰用无人机炸毁 对此乌克兰的官方也大酸竟然是用几千元的美金的无人机 就能够摧毁价值300万元的高价战车 详细的情况把时间交给记者黄欣雅 乌克兰再度发挥不对称战力 根据乌国国防部12号公布的影片 第二次机械挂旅成功以两架价值数千美元的无人机 摧毁了俄罗斯一辆要价300万美元的T90战车 并阻止俄军撤退 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 号称地表最强的T90以速度传输遭掠获或是遭击的消息 而乌军这次再度成功出击也势必会让俄罗斯军备短缺的问题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在政变事件落幕后 俄国正规军也陆续接受瓦格纳佣兵集团的军备 移交了2000多件配备及2500多吨弹药 包括T90、T80战车、飓风和冰雹多管火箭炮与铠甲防空系统等 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近期将完成所有军备移交 若这次消息属实也等同宣告瓦格纳完全抽离俄方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 只不过少了瓦格纳协助俄国正规军还剩下多少战力 也一直颇受外界质疑 根据乌克兰军方披露的影片 近日在巴克姆特前线俘虏多名俄罗斯精锐士兵 而这些士兵的所属部队正是俄罗斯空将军 此外这些士兵遭服务还一脸平静的接受乌方审问 中国军事专栏就痛批素以精锐自诩的俄国空将兵 竟然甘愿被乌克兰俘虏 与先前瓦格纳士兵奋勇抵抗 不愿投降的景象天差地远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俄罗斯空将军是与陆海空三军并列的独立军种 主要负责执行空将作战 不仅是俄军的精锐部队 也是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因此随着这次投降的画面曝光 也让外界质疑俄国士兵的作战能力 是否不如瓦格纳集团佣兵 记得黄欣雅整理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